河南挖出一座千年古墓,神秘事件频出,地下冒出血水,大量少女陪葬,墓中种种指向道教十足老子,还有青牛印记,专家们从这个古墓里到底发现了什么呢?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星星爱谈历史。 1997年,河南省文物部门收到一封来自于上级官方的信件,上面明确指示各个考古单位在一周的时间到达路易县开展考古工作。 原来路易县是老子的诞生地,根据历史的记载,老子生活在路易县的时间是最长的,在路易县找到相关的遗址。 从中寻找踪迹,就能更准确地填补历史的空缺。 随后考古小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路易县,这里有一座太清宫,太清宫被当地的村民称为怪异神庙。 据说每隔一段时间,就会从这里听到奇怪的声音,不管是婴儿的哭声,还是大人们的抽气,想起来都觉得诡异,不但是稀奇的声音,还有其他邪门的事情发生。 一位好心的村民因为担忧雨天农作物会损坏,决定出门走一圈,忽然发现神庙隔壁的土地流出了大量血水。 当场吓坏的村民马上跑回了家中。 将这件事告诉了村长,村长眼看考古小队来到此处,便这个疑问抛给了他们。 考古小队看着发慌的村民,顿时感到疑惑,一个小村落怎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凶案呢? 血水凶案。 于是拿着工具到血水的位置查看,他们发现这些珠红的水,正如村民说的,奇妙地从土里流出,不像是人为所作。 那是怎么回事呢?专家又重新审视了这个太清宫。 这个太清宫道观里面主要供奉的是道家祖师老子,但这建筑并不是现代之物,而是古代的遗迹。 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延熙八年,当时汉环帝刘志派中常识管罢,前来创建这座太清宫。 当时取名是老子祠,唐代道教被李唐宗室视视为国教之后,老子以及道家,道教的地位突然升高。 特别是唐朝创始人李渊追认老子为始祖,以老子庙为太庙,起见宫却殿宇,重新修建了这座太清宫。 太清宫分为三部分,乾宫、后宫和隐山。 乾宫用来祭祀老子,后宫用来祭祀老子的母亲,隐山则是一处新石器遗址。 这处太清宫,可是官方为祭祀老子而修建的。 加上有人曾在这里挖出过相关文物,因此很容易让人联想,这里有老子的墓。 那么这个血水会与老子的墓有关吗? 专家们仔细挖掘后,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什么灵异事件,之所以会有血水。 是因为大雨冲出了太清宫地下的朱砂,好好的移出移植群,为什么会有朱砂呢? 想到这里,当时的专业人员继续深挖了片刻,没多久,便在朱砂土坑中发现了众多法器。 铜碗、浴室牌子和檀木令牌。 檀木令牌被认为只有道横深厚的人才能使用,这使得专家们震惊不已。 更令人吃惊的是,出土的物品与老子生活的战国时期相符。 随后,考古人员继续进行了深入挖掘,不久发现了两个牛坑。 根据初步判断,这些牛坑的年代与春秋战国时期相近,老子的坐骑据说是一匹青牛。 因此,青牛成为与老子相关的标志,这会与老子有关吗? 所有考古队员的热情瞬间被点燃,说不定我国伟大思想家老子的墓穴就在此地,有经验的专家立马给出了下一步发掘意见。 专家还是继续往下挖掘,发现了一处夯土墙,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 随后,一个奇怪的举行水沟出现在大众视野,一旁的专家健壮提出,这可能是一个木道,有木道就意味着有木葬。 很快,他们挖出了一条加宽木道,一些豪华的木葬中,木道也不过是一两米宽,可这里的木道足足有五米宽。 但在挖掘过程中,专家发现土墙中有多处土质疏松的洞孔,这让专家们心凉了一劫。 难道这座大木已经被盗过了? 很快,他们就清理完了整条木道,不过专家们此刻是越挖越疑惑,因为这条木道足足有四十九,五米长,这比西周木发掘以来。 最长的三十米木道还要长,专家开始怀疑,这座木究竟是不是老子的,毕竟老子在怎么扭,也不过是当上了周王朝的图书馆长。 区区一个图书馆馆长,能享用如此豪华的大木吗?考古人员知道,只有继续挖掘才能搞清楚。 此后渐渐的一座完整的墓室浮现在考古队员眼前,这是一座总长四十九,五米的大木。 从南至北的两个木道,形成汉字中字形,考古队员有一些失望,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判断,只有王权贵族和朝廷高官或是分封君主,才能拥有这样的墓学。 专家根据墓中出土的陪葬品推测,墓主人生前是贵族无遗,至少也是西州时期一个小诸侯国的国君。 由于这种西州早期的大木发现的较少,因此缺少参考的经验,对墓主人的身份无法确定。 少女陪葬 根据墓葬的布置格局来判断,古墓应该是商末周初的古墓,其主要判断依据就是墓中的人训,自古以人训葬,始于奴隶时代。 这种人训的陋习在明朝乃至清朝初期都发生过,虽然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出现过陶永训葬。 但是,人训依然难以彻底被禁止,墓一共可以分为三部分,分别是墓道,北墓道和墓室,其中墓主人的光果在二层排的一个楼梯边。 使用现代仪器对墓主人的骨骼进行检测,得出的结论是墓主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年男性,六十岁在西州时期绝对算得上是高寿,毕竟七十古来西,在墓主人光果下方有一个腰坑, 发现了十五具遗骸,光果南面还有八具遗骸,通过检测骨骼得出,其中有三具遗骸是二十岁以下的女性,二十岁正知青春美好,却沦为了殉葬品。 令人痛惜,此外在墓中还发现了三具儿童的遗骸,专家推测也是殉葬者。 这些人训应该就是早期墓主的奴隶,在他们那个时代,所谓的奴隶就是一种可以说话,干活的高级工具和声控无意,没有人类尊严。 因此,墓主魂归之时,这些奴隶也会被残忍杀害,随主而去。 墓葬清理到这,专家们已经知道这和老子已经越来越远了,一个备受推崇的道祖难道会在死后采用人训吗? 还是如此大规模的,简直难以置信。 奇特铭文,正当大家兴趣所然时,这个墓葬又有了新的发现,原来墓主人的随葬品摆放十分有规矩, 二百多件陶旗下,便是二百三十五件青铜器、礼乐器、车马器等种类繁多,造型各异。 这些青铜器上不少附带名文,而名文的出土更是让大家把目标又放到了老子身上。 其中一个名文上有两个甲骨文字,第一个字难以辨认,第二个字则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子字。 一个人便说难不成是老子,不排除以老子当时的地位,可以破格下葬。 后来,大家在郭沫若的书中找到了真相。 这几个象形文字被证实是长子口,并非老子。 经过史籍查证,这个墓葬的主人可能就是一个叫长子人,曾经归属周朝。 不过因为年代久远,专家至今还没找到关于长子的确切史料。 当时日本对河南考古挖掘出土的这些文物非常感兴趣, 并且积极参与文物研究,被称为古文字第一人的日本专家松丸道雄认为这不是老子墓, 而是周初时期宋国始祖宋威子,也就是商咒王兄长之墓。 其他日本专家梁国满等人和松丸道雄,以及中国诸多考古家都认为这不是老子墓。 而是宋威子墓,但是目前关于威子墓的所在地还有争议。 因为在山东威山以及河南商丘都发现了威子墓,到底孰真孰假还有待考证。 而不少专家推断长子口很可能是现在张姓的祖先,而老子的长眠之地真相在那里,至今照就是个谜。 长子口墓出土的地区地处玉东平原,是东西南北的文化交汇地。 此地文化面貌具有多元性,商咒王的几次东征都经过此地,也使墓中气物具有多元化特色。 长子口墓主的生命横跨两个年代,墓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商咒墓葬中。 最为宏大的一座长子口墓的发掘,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大放异彩的中国文明。 这个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窥视古代中国社会、宗教和文化的窗户。 它提醒我们,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被揭开, 而每一次的考古发现都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和理解。 这座古墓葬的故事将继续引领我们深入研究,以其解开其中的谜团,揭示出更多古代智慧的宝藏。